歡迎大家繼續回來《要財財英台直播環節》 還有Mac這次的嘉賓換成我們的研究部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Mac 你好 如果大家想和Jason聊天 問一下股票問題的話 爭取時間打給我們 電話204-6566 電郵地址askfdschannel.com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電話方面的問題 電話旁邊接通了朱小姐 你好朱小姐 稍後再訪給朱小姐 這時候和Jason跟進一下電郵方面的查詢 有一位嘉寧觀眾 九種方面分行的現場客戶 想問688 想問現時去到買 好不好 什麼價位買才是安全的 如果想長線持有又好不好 先看看688宗海外 內房股現時這一刻 就跟隨大股反彈 都和大股同步 升上來1.6% 現在正在22.05元 看到股價暫時都在20天線上壓住了 現時這一刻又好不好去買這股份呢 內房股最近都有一些比較利好的消息 即是說內地那邊 都在說將一些非限購城市方面 那個按揭的比例是上升的 即是說手套房方面那個 按揭的成數可以借到8成那麽多 那這一方面我相信 對於城市去庫存方面 是會有個幫助的 還有就說去到今年 我都相信樓價 特別是一二線城市方面 繼續是會做得不錯 三四線那邊的 就會慢慢又回一個復甦 所以你說作為龍頭股的688 我覺得都是可以找位去買一些 那你見到它最近那個走勢 都在20個4號 到上面 大概23元 就做一個底部的 是反覆拉鋸的格局 又或者說一個叫收窄三角形的格局 那如果你說接下來的股價 是能夠向上突破到23元 那整個勢頭就可以有機會 再上多一層 那你說再往上去 就可以往回24.5元 那你留意一下 如果下面它跌穿這條上升軌 甚至是它再跌穿之前的低位20.5元 那可能整個下跌浪 又會再延續下去 那所以你說在現階段 賣這隻股份 暫時技術上看就是50.50而已 那你剛剛提過 始終基本面方面它都算不錯 那我覺得這些位置都可以少住 去買回一些 好 謝謝Jason 當然了 688方面的電郵查詢 這時候再次通知嘉寧觀眾 看看電話旁邊 是不是朱小姐 早安 朱小姐 是 你好 請問問題 喂 好了 電話又CUT了 不要緊 我們稍後再訊給朱小姐 這時候解答另一位嘉寧觀眾的問題 姓陳的朋友 想問一下 一些部署 想推介一下板塊 家庭觀眾都留意很多事情 打算買油場渣 還是 買股票好 美股好 指數好 還是基金好 問你可不可以推介一下 其實現時不單止 股市方面波動 無論會市商品 都是比較大的波動期間 現時是否真的好買東西 還是很多文章都說 現時來說 cash is king 是的 近來的市況相對有些反彈 你看到昨天跌完之後 今天就很快升到三百多點 比起兩三個星期之前 行跌不斷下錯 不斷要視低位的格局 有些是轉變了 至少要逐沉低位的格局 暫時來說是要改變做 成為一個橫行拉鋸 一個代變的形態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買 你就真的駁去 接下來的市況 可以出現一個向上突破 但如果你說說基本面 始終我還是比較擔心 內地的股市 和內地的經濟情況 接下來你說 兩會方面 可不可以有些利好的行程 令到A股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升 這一方面我還是有些保留 反而你說長線去到 看好那隻有 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雖然你說現階段 看到油價方面都還在30元 32元這些位置 就是浮火沉沉 昨天都曾經跌穿過 就是30元的彈上來 但是如果你說 作為一個長線的角度來講 油價在30元這些區域 都算是比較便宜的 也都相信去到今年 可能較後的時間 油祖國和俄羅斯那邊 有機會真的開到會 可以談得整個減產 又或者去到再後少少的 可能去到年底 或者明年 由於很多美國鹽岩油方面 那個生產機構都停了下來 有很多油開彩公司 都叫做關閉了生產線 變相在供應上 接下來都會慢慢減少 所以你說油價會不會長時間 都會處於在二十幾 三十元這些位置 相信就未必會的 所以如果你說 真的做一個長線部署 可以少住在大概現在這些位置 可能三十二元以下左右 就會拿回紐約旗油 好 謝謝Jason 對於油方面的部署分析 希望都幫到家庭觀眾 不如和你都跟進一下 觀塘方面 收回來的一些現場客戶問題 先問你第一題 美息的上升 會不會影響香港資金來講 加速外流 假設資金真的流走了 會不會引發股市 即恒指方面進一步下市 如果你說美國 真的有個很短期的加息機會 又或者說它的加息部分 是很快的 當然就會令到 香港的資金會流回到美元資產 又或者香港的銀行 都要跟著美國方面的息口一起加 但是我相信在現階段來講 市場上一般的預期 都覺得聯署局方面 接下來加息的機會 都不是那麼高 特別是昨晚 聯署局方面 另一位很重磅的人物 就是杜德里那邊都有個講話 他都提到 上次加完息之後 其實全球的金融的體系 都開始收緊了 而且都繼續關注 全球的經濟 或者金融的風險 變相 你預期美國方面 要再加息 至少都要去到 今年的第四季 或者可能去到下年 才會見到 比起上一年年底的預測 即是預計今年加四次來講 是有個很大的差別 所以變相 美國加息這個因素 暫時相信 對於港股來講 就不是一個很不利的消息 反而如果你說 接下來真的有機會 港肚明延期加息 對於港股來講 反而是會有理 另外他也提到 提到 提到 不少股空機構 或者各別人物 再次股空回 就是亞洲 問一下 會不會影響行指方面的表現 早前提到索羅斯 而且確實曾經表示過 都會股空回 人民幣或者港元等等 會不會牽涉到 港股的資金 都很大 195億 對於這個傳聞 會不會打擊到投資氣氛 你說索羅斯講這些 和他最後實際的做法 或者實際會不會真的沽空 都可能是兩回事 這次事先張揚了 講到明說會沽空 反而就可能令到 中央那邊那個戒備 會是更加嚴謹 或者對於一些突發性的問題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 較好的暴循 但是這一方面 我覺得都未必是重點的 你說索羅斯沽空人民幣的原因 是什麼呢 是擔心我們那個經濟的增長 會進一步是放緩 甚至是硬著綠 又或者是擔心 就說接下來人民幣方面 都還是有貶值的壓力 變相對於這些因素 我覺得都是存在的 即使你說索羅斯 不是大手沽空的 其他的對沖基金 或者其他的機構投資者 一樣會有辦法 可能沽你 中國方面的股市 或者是貨幣 變相對於內地的股市 也好 或者人民幣匯價 也好 我自己的看法仍然是比較審慎 好 謝謝Jason 接下來和你跟進一下 就是內地股市方面的表現 先說剩下時間 看到現時 上證方面 正在升近2% 正在2788點 深淨城市升近2% 正在9828點 深滬300指數 正在升近2% 正在2995點 其實內地方面都公佈了 單單是計一月 也有561間上市公司 發佈了增持公告 其實遠超過 去年第四季 月均有283間的水平 即是他們自己在增持 上市公司的股份 對於接下來 會不會有些 他們會放股出來的風險 對於A股來說 會不會這個聲勢比較去跌 是的 你說大股東增持 他們是否自願地做 還是基於政治壓力下 一些監管當局的要求下 這樣做 這方面都頗難去查證 因為看回去年 內地A股跌下來 出現股災的期間 都有很多股東 很多董事 增持股份 或者是回購股份 但是到最後 你說市況 是不是可以明顯扭轉了 跌勢呢 短期可能會令市有些反彈 但彈完之後 就看到那個跌浪是繼續的 反映了 純粹靠這些大股東自己增持 不等於可以令整個A股 可以這麼快扭轉 之前那段跌勢 除非你說接下來 整個宏觀經濟數據是改善的 又或者是企業盈利 之前出的業績方面 是沒有預期做那麼差的 到時候才有機會 令到A股做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好啊 謝謝你 詹晨詳盡的分析 這節時間差不多 跟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有其他節目送相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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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íses 這邊 都 Anne angs